原标题 湖南晋州公安局 掌入故事皇场所被查 涉嫌逊斯帮老板顶包脱罪 电影全民目击中 孙红雷饰演的富豪林泰 为了帮女儿洗脱杀人罪 花重金顾请来征案期患者尊伟顶包 不过 这一剂俩没能瞒过检察官 2017年在查办一期介绍妇女卖言案时 怀化市检察院办案人员 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但案情更复杂 顶包主摩执只是任定州县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杨建国 杨建国资料图分案的顶包者 2016年2月 怀化定州县国际商贸城二楼 新开了一家名叫金海湾的休闲酒店 表面上看 酒店逐营业务是住宿 足语 按摩 实际上 爱唐银会色情交易 蹊跷的是 在其他同行酒店 三天两头 被静州公安扫谎 不得不关门整顿的时候 金海湾休闲酒店 这丝毫没有受影响 生意因此更加火爆 树大招风 群众对金海湾的举报不断 可当时的金州公安局 却一直按兵不动 2016年9月 怀化是公安局排除干扰 异地用警 调动麻羊警力突袭 金海湾休闲酒店 当场抓获多名从事 刺刑服务的人员 行动成功后 案件又交回到了 金州公安局手中 不多久 金州公安将酒店老板 以涉嫌容流卖淫罪 移交检查机关 虽然移交的整套侦查案件 从严证 书证 武证的鉴定结论等都比较完整 但检查机关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 认为这不是一起解答 的容流卖淫案 而是一起组织卖淫案 在量刑标准上 容流卖淫一般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而组织卖淫则有可能判处十年 有期徒刑 被抓获的酒店老板 在得知可能要判十年的消息后 突然主动向检查机关反应 自己是受人指使 来顶包的 顶包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得了胃啊 急需用钱 而幕后主使又答应给他一大笔钱 戏剧的是 看守所医生对他进行身体检查时 发现他并没有混 等于我们下车 解决